下居福德二路72号 这是一类最快乐的所在 下音最有爱 最快乐的电台 现在时间19点整 欢迎收听Happy Taiwan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非常开心又在空中 再次和大家见面了 欢迎你们收听Happy Taiwan的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韦玲 那如果您的手边呢 有手机或者是有电脑的话 都欢迎您打开脸书 搜寻快乐联播网Happy Radio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的画面了 哇我们今天直播的画面 我们的背景非常的好看哦 所以呢如果您有手机的话呢 哎记得好来看我们直播画面 就可以看到很多张很漂亮的照片 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也跟我们的手机息息相关 手机呢是现在我们最这个亲密的好朋友 常有人讲啊出门呢忘记带钱 甚至忘记带老公或老婆 都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说呢今天出门没有带手机 一整天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一样 然后几乎所有的事情也记不太得了 我常常跟朋友分享说 哇这明天要做什么事情 全部要查一下 连明天呢或者今天晚上有没有 就想说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一下我的形式力就在开始滑手机 所以手机现在已经成为我们非常依赖它 也很便利 可以记录我们很多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相当方便的一个工具 那手机里头呢 我们最喜欢使用的其中一项功能呢 就是照相这个功能 因为它可以帮我们记录很多 我们可能就是说瞬间啊 很容易忘记的事情 甚至做记事本啊的功能也可以 当然呢 它也可以帮我们留下很多漂亮美丽的照片 我在大学教授的时候啊 每次在黑板上面写版书 然后我发现现在的学生呢 在做笔记的这个动作 就是拿起手机来拍黑板 所以很聪明哦 所以他们就拿起手机来拍黑板 或者上台要报告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滑手机 因为手机就是他们的记事本 把他们呢 所有要记录的事情呢 是写在手机里面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呢 在我的左手边 坐着一位非常漂亮的美女 就是呢 我们这个在脸书上面 还有呢 在网络上 我常常说 其实你已经是一位网红了 人气指数非常的高 叫做花见小鹿 小鹿老师你好 跟我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韦丽好 各位快乐联博网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非常有活力的问候 这小鹿老师 我那时候听到你的名字 花见小鹿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名字好浪漫哦 它是日本的一个 这个好像是一个观光景点 对对 就很多艺气的地方 应该是说之前大家都叫小鹿 是 然后想要成立粉丝团的时候呢 想说应该有一个不同的名字 所以我就想说 那用花见小鹿手机摄影 是 当做我品牌的名称 诶 对 哇 非常的有想法 对 小鹿 小鹿啊 就是他真的很会经营他自己 我记得我每次 你在开课的时候 我都很想去报名参加 但你的课程都是几乎是描杀 所以 因为我懂得他本来好 如果是点得稍微慢一点就跟不上 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人去参加过你的课程之后 然后 以后我再开始再想到说 我要开小鹿 就是说开一堂摄影课啦 或什么的 就旁边就 有那个很多的声音都在向我推荐 花见小鹿 那我们今天也确实看到你的作品 真的很感动 不敢想要说这些照片是从手机拍出来的 所以我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到你到现场来 可以跟我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究竟小鹿他是怎么样一路走过来去养成了 这样子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眼光 同样拍一拍都是手机 平平都有一个镜头 为什么你拍起来的 这个照片就会跟人家不一样 这个部分的话稍待会呢 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我想要先请小鹿啊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呢 我们大概就是对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认知 因为在网络上真的人气指数非常的高 人气很旺 我们大概对你就是手机摄影 这样的一个印象啊 但是之前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咖啡馆聊天的时候 然后你就有分享到你 过去在职场上的历练 其实也相当的丰富 这一路走过来都成为了你现在 成就你现在作品的很多的养分在里面 所以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这一段心路历程 好 我最早期 其实我在电台这个行业很久 是 那当然 就是我不是主持人啊 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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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就晓得 就是我们还是会有点台湾国语哦 很清晰的 对对对 最早我是在电台里面担任业务行销 然后一路历练到可能后来有几个电台呢 我担任业务行销的主管 是 但是在那个期间虽然我们的我们的行业 所以就现在这个电台的这个行业 有声没音 欸 可是也不一样欸 现在我们有直播 不太一样 欸 这有时候都要打破那时间一直 一直在那个进步当中 一直慢慢的在讲话 以前是只有声音嘛 没有影像 所以呢 那时候我觉得很奇妙 我的工作没有声音 但是我喜欢影像的东西 是 对对 那我透过很多照片跟朋友分享 嗯 那 但最早期我是高中时代会底片单眼 对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拍照很特别 我可以拿起相机 我就可以拍出一张属于我的画面 对 那以前画画我觉得太麻烦 所以后来觉得摄影这件事情很开心 我马上就可以一张作品出来 然后也很有成就感 然后后来呢 呃 跨到数位时代以后 对 可能就是那时候开始用傻瓜相机 嗯 然后后来发现 欸 手机其实可以取代 大部分傻瓜相机的功能 嗯 当然它比不上单眼 但是我就觉得 它对我来讲是很方便的 嗯 以前不离不弃是夫妻 现在不离不弃是 手机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欸 手机它一直在我手上啊 对 人家有一个摄影大师曾讲过一句话 就是什么是最好的相机 其实就是你手上这一台 就是你随时可以捕捉画面 就是你最好的相机 嗯 那 那个年代当然它不一定讲的是手机 可是呢 欸 现在我们 就是 呃 怎么 就是 就在你手上嘛 所以我常常看到什么画面 我就立刻拿起手机来捕捉 嗯 嗯 那那那我觉得 呃 有一些摄影的养成是需要慢慢培养的 嗯 所以呢 我从高中时代喜欢画画到后面 我可能我常看电影啊 看MV啊 我都去感受画面中的美 是 然后进而我在拍摄的时候 我就会有自己的不同的观点 这样 对 嗯 哇 所以其实我发现你的观察很细腻耶 嗯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哇 从单眼的时候啊 到后来数位的一个时代 那后来你察觉到说 原来最方便的是手上的这支手机 嗯 你刚才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 就是呢 大师有讲到说 其实在你手上有的那一台相机 随时可以捕捉 对不对 所以随时捕捉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对 对不对 而且可能 嗯 单眼它是一个很好的器材 不过它还比较重 或是比较繁复 嗯 那很多人在学习的过程 可能在前面 光要理解那个器材 就已经放弃了 嗯 所以可能 我有很多的学生 他是喜欢摄影 但是他没有办法 呃 就是学习到那么复杂的摄影技巧 是 那反正我们用比较开心 比较轻松的方式 嗯 其实也可以在 呃 这个简单的方式里面拍到很好的照片 嗯 所以可以让他透过呢 这个手机这么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镜头 可是他可以一样 可以透过这个镜头来看出很多美好跟不同的一个视野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有人是说世间不缺美景缺的是发现 嗯 那呃 如果你有一双摄影眼 其实你就可以在生活里面 你不用出国 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些很美的一些画面记录下来 嗯 所以我常觉得说很有意思啊 就是这个小路你的作品哈 我们看到真的很漂亮 那为什么我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一个问题一样 白白是手机 你也是手机 我也是手机 但是为什么呢 拍出来的照片啊 你所看到的 嗯 然后观察到的 是跟我们可能所看到 比方说我现在看到这个杯子呢 它就是一个杯子 但你看到可能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视角 应该是光跟影 就像我们现在这边有光线 这边有影子 嗯 那我就会开始在寻找这个主题 嗯 主体应该是主体 主体它要怎么呈现 然后它的光影来配合到 让它可以立体出来 嗯 那很多人 他可能拿起 呃 不管相机还是手机 直接就拍照 欸 你有听过摄影师 有没有听过拍照师 没有耶 大家都讲摄影师啊 对对对 那拍照跟摄影 其实你看起来有没有一样 嗯 好像又一样 好像又一样 对对对 拍照我们可能就是拿起 不管你是手机 还是相机 你按下去一张就是 记录下这个画面 就是拍照 对 但是你摄影呢 嗯 我们可能就要对光影 构图 嗯 主体怎么呈现 嗯 还有你一些想法 你加到你的画面里面 那就会变成一个摄影作品 哦 所以你说还要把自己的想法 嗯 加进去里面 对不对 对对 哦 所以你在拍照的时候 你在看这些景色的时候 然后你是都有想法的吗 嗯 大部分是会先想过再拍 嗯 就是你如果不行 没有没有思考过你就拍 你可能真的单纯一张照片而已 嗯 那我在观察 可能哦 这个风景很漂亮 那我有没有办法再加一个前景在前面 可能是一棵树还是一个人 嗯 帮我的这个画面再加一点分数 哦 或者是说 这个人可能一个肢体动作一个眼神 其实他又有一种不同的故事性 嗯 所以你的风景里面 他多了一些不同元素进来 他画面就会让人家更有感觉 嗯 哇 所以你这个带着这个学生啊 去拍摄这些景色的时候 首先你要教他们是要先教他们 学会看风景 对 其实我觉得是 哦 当然我们会先示范啦 嘿 好 就假设我今天带 很多我的伙伴出去出国旅游 对 那我们先示范给他们看 嗯 你拍了几次以后 让他自己也可以感受 那个画面呈现的感觉 嗯 那另外一个我们觉得还不错 就是一般旅游都是拍旅游照嘛 嗯 那我们出去我们都想拍成旅游写真 嘿 所以呢 如果我们没有请model 当然是我们的团员就是模特 对 然后每一次就要诶 训练他们那个肢体怎么摆 你才会看起来不会 呃看起来太僵硬啊 还是太深色啊 好 然后可能一趟旅程下 哇 每个人回家看到的照片都会跟以前都完全不一样 嘿 这是我们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旅行团还蛮满有趣的一点 好 而且我们是边走边拍 其实也 比较不会像说 啊 传统旅游团 啊 哈哈哈 尽量 哈哈哈 像我自己我我觉得我也有一点点肢体障碍 可是你为了要呈现给学生啊 有时候我自己也要 要下去稍微稍微就是 示范一下 你说要先示范吗 可是我自己也会很尴尬 但是你就要克服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你的心理也要需要克服 啊 然后后来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你如果不会不会太在意别人眼光 嗯 然后你自己有点准备 哎 你那拍出来都还不错耶 嗯 所以你有看到你的学生他在学摄影之前 跟在这个碰触了这个学习摄影之后啊 他的有一些什么自信上面啊 或他的心境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跟我们分享一下 雪莉说啊 这样像我们一般我们去那个旅游景点 我们就是一定是这样比叶 啊对 通常都是拿起你的这个尸子跟这个V 就比叶 不然就是比降嘛 一般都这样 对 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旅游团 我有时候看了 我觉得哎 可以做一点变化 所以后来我们我们在拍 我们可能我就不一定没张到看镜头啊 嘿 好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搭配这个这个景色 我们再做一点不同动作 嗯 所以呢 呃 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看不到我们画面的啦 是 就是 哎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 你也可以参考别人 像我有时候会看 哎这张海报 可能这一对夫妻或情侣 他们的那个动作非常好看 我把它留下来 是 然后我们就哎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画面的感觉 嘿 然后 你你多尝试 其实你你也会一定一定进步嘛 对不对 嗯 那如果你都没有一个参考 你只能依照自己的 那你又开始毕业 嗯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呃 可能 在呃 喜欢摄影的朋友 你一个 你刚开始在模仿 对不对 对 参考别人的作品 但是你日后呢 你再综合起来 或许你就可以成为自己的风格 嗯 嗯 你就可以就是呃 越来越抓到这当中的诀窍哈 对 但会不会也因此就是 他其实会越来越释放自己 嗯 也会 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好看啊 对不对 拍下来作品 然后就可以很开心跟人家分享啊 其实这是自信啊 这是自信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一些同学说 那个 那个什么讲 朋友 他们会说啊 以前他对自己比较没自信 或者说你以前年轻很好看 你看你现在年纪比较大以后 慢慢你有点变胖了 或是变 你的脸可能又比较成熟 那我就跟他讲你要原谅自己啊 嘿 你要放过你自己 其实你在这个年纪你可能已经很不错 但你要跟从前的你 或是年轻人比 其实那个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可是你也曾经就是很好看过 那你现在这个年龄层来讲你已经不错了 嗯 所以你要懂得欣赏现在的自己 哇 懂得欣赏现在的自己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有时候呢 其实看到摄影师啊 他拍出来的作品 有时候甚至会把人的一个皱纹啊 嗯 哈哈哈 他其实会是细细的拍出来 而且在摄影师的眼中 那就是一种岁月美好的一个感受 对 然后拍全脸是有点恐怖啦 有时候是你知道拍半脸 或者说是一个眼睛 看不出来那个人是谁 对但是 你讲到这个就是 像我这次去印度啊 我有帮一个很年纪很大的老婆婆拍照 对 那我 但我们觉得拍的不错 是 我有用那个相片列表机马上印给他 嗯 他马上就把那张揉一下 然后就塞到口袋 嗯 然后我就叫他不要揉 可是呢 他就觉得自己不好看 因为有可能他比较少看自己的照片 嗯 然后你看到自己变这样 其实他会有点难接受 嗯 那后来就发现 如果年纪大的朋友啊 你也适当应该帮他美肌一下 嗯 好像我们年轻人 我们都需要美肌了嘛 美肌现在是基本礼貌 哈哈哈 那你年纪大 其实他们也希望 呃 让自己的皱纹或是斑点淡化一点点 是 所以呢 像以前我帮一些学生拍照 诶 適度的美肌让他更有自信一点 对 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 尤其男生也要学 对不对 不要活生生要把照片寄给女生 这样子太残酷了 对 我们常看到呢 很多现场呢 发生了 就是说每次都叫 男朋友来帮女朋友拍照 然后女朋友在上面一直指挥 脸色难看说 蹲低一点 腿长一点 对对 拉长一点 然后等到开准备要拍的时候 女朋友就笑得很开心 对拉 对 有一些摄影技巧是真的是 只是几个美肌而已 嘿 那如果你可能不懂 你就一直想说 为什么这个人拍起来 腿是短的 脸是很圆的 嗯 然后胖胖的 那怎么办 他好像是长成这样吗 好像也不是喔 搞不好是你给他拍矮了 好 或他拍胖了 所以像有些技巧呢 我觉得 欸 网路上现在也很多的教学影片 建议大家也可以上去看看 或是说有些摄影老师的课也不错 嗯 那你就可以去实际去体验一下 这个摄影其实它就是那些美感 嗯 抓抓好了以后至少我们拍人像啊 拍风景啊 其实拍美食它都会进步非常多 嗯 好 那我们现在呢先来听一首歌曲 是由我们小路老师为我们挑选的 好 那为什么我们来听这首Angel的歌 那为什么帮我们挑选这首歌呢 可能在 我有一段时间我也会有点低潮 然后我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 心灵非常的疗愈 是 好 好像我身边很多朋友 其实他一直在旁边 但是我有点忽略他们 但是他们是我的天使 是 所以呢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是 我都非常的感动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好 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呢 是由小路老师为我们大家所挑选的 稍待会再进一段广告回到现场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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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So tied up in a straight line And everywhere you turn There's vultures and thieves at your back The storm keeps on twisting Keep on building the lies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It don't make no difference Escape one last time It's easier to believe In this sweet madness All this glorious sadness That brings me to my knees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s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ar You are pulled 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s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s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Add the kimono In the land of the angels Check out theKYLIFE The new kingdom depends on the true 안녕 enrich the love There is theelle of the angels Whenever, there is trouble 要跟你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費用文 我們如果要睡之前 費用讓自己的完成責任 做生我們的心態會更平靜 免費給你結婚 空氣335 數233 阿樂 我想租車帶家人出遊 你有好建議嗎 那就找全球租車 全球租車是外交部指令廠商 全台專業附駕 各種車種 包含旅車 轿車 休旅車 大巴 中巴 小巴 全球租車公司應有盡有哦 哇 那實在是太棒了 我要趕快去全球租車囉 商務接送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就叫全球租車 電話 07813-3402 813-3402 好的君 讓您健康舒暢 壞的君 讓您病奄奄 米蘇清 挂糖液君 給您維持一身輕盈的體態 鹽血11株複合式活菌 維持健康的體質 幫助消化 排便炫暢 調整體質從小開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現在 敏宿清 挂糖液君特價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互播 0809 092 898 隨著年齡增長 您更需要補充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是人體組織中 重要的蛋白質 酵素水解專利膠原生態 分子量小 不含糖 脂肪 膽固醇 不使用人工添加物 讓您安心無負擔 補充膠原蛋白 留住青春 讓您容光煥發 真的很簡單 酵素水解專利膠原生態 憲政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快樂愛台灣 互播 0809 092 898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榜 好的 非常開心又回到我們 直播畫面現場了 剛才廣告的時間 真的跟小鹿老師 我光是看他手機裡頭的照片 非常的吸引人 哇 我覺得我光是看你的照片 我一整天超療癒的 其實像剛那首歌 聽起來很療癒對不對 其實落一張好的照片 也非常療癒 對 真的 很療癒 而且很有成就感 就是 但是透過你一個人 就可以完成的 所以自己就可以完成 很有成就感 而且我會發現說 這個世界好美喔 這被你拍起來 就覺得怎麼每一張都那麼美啊 哇 那很多都是我們生活 旁邊周圍的一個現象 對 但是透過你的鏡頭 就覺得說原來我們活在這麼美的 一個生命裡面 生活裡面 我們竟然就是說沒有察覺 可是我們只要去調整一下 我們的眼光 就發現說原來處處都很美麗 對 所以要去發現啊 那另外一個是 可能像很多人在拍照 其實他是對光影比較不熟嘛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拍起來 逆光黑黑的啊 還是說你拍起來懵懵的啊 那那個可能你就是真的要 對光影要多一點點感受 對 所以像我剛剛一直講 打開攝影眼嘛 如果說你攝影眼是關的 很多人是這樣 他是可能對數字比較有概念 對畫工比較有概念 可是他對畫面可能比較沒有 是 所以他在拍照起來 好像就是少了一點感覺 那當然你如果是學過美術的畫畫的 那你就知道有光有影 東西才會立體 那他懂得這些他在運用拍照 他就會很進階很快這樣 就可以抓得出來那個層次感對不對 對 那剛才小路老師有跟我們分享 因為我們常常去旅遊的時候啊 我看你這一趟旅遊啊 每次看你的臉書就覺得好精彩哦 非常的好玩 我常常去旅遊就會覺得說 每天好像在趕路一樣 但是呢 真的 我真的覺得就是你的照片 太吸引人了 所以你剛才也跟我們分享 去旅遊的時候啊 就是說也可以很多為自己的打扮 或什麼都可以去增加這個旅遊的豐富 畫面的豐富性 對 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有時候旅遊也在趕路 但是呢 我覺得攝影很巧妙是 你可以將瞬間變成永恆 可能就只有那一刻 對 所以 這旅遊的一些攝影技巧 我們不要講技巧啦 就是說 至少是打扮來講 我可以給大家一些建議啦 就是因為我每次看到很多人都穿 可能一個那種休閒的外套啊 然後休閒衫啊 然後顏色可能就是那種很原色那種啊 然後我就想說 有時候要這樣拍 我就有點難拍耶 就是很路人的感覺 就是一般旅客 可是像現在我要出國 我自己我會有一些很簡單 可以適合打扮 就像我今天戴這個圍巾嘛 是比較民俗風的 所以呢 我會戴好幾條 是 可能不同顏色 對 不同橙色 因為今天小路老師 你是穿這個黑色上衣嘛 所以你配了這一件 就是說 有紅色 黃色 藍色 這樣花花的一個圍巾 長圍巾 其實在畫面上就豐富很多了 對 會比較挑 然後另外一個 你可以戴不同的帽子 所以今天即使你是穿 同一件外套是兩件外套 但是你光這兩個東西 可以幫你加分很多 哦 那像我們到藝國 可能 我有時候那個這個圍巾 我就會劈柴 你說吉普賽也可以啊 印度風也可以啊 那其實那個都會讓你畫面 就變得不一樣 就是你旅遊的這個主角是人嘛 是 那這個人 你也是適當的讓他打扮一下 那像也有些人穿 像有時候我會穿那個長版的外套啊 嗯 就是風衣 可能 我要拍照之前外面還有一件 但是我如果要拍照我先把它脫掉 所以我拍起來又戴一個帽子 可能你整體造型就會好看很多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 可能出國好像你也覺得很休閒 可是如果你 你要把自己當主角 那你就要稍微的 做一點點改變 就是你在戴的東西 我覺得可以不同這樣 哇 啊 所以我相信呢 小小一點的努力好 然後可能就用一點心 但是帶回來的這個回憶照片好 是回味無窮的 對 對啊 那小路老師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你們去旅遊的時候 我發現你們拍了很多的一個人物的一個攝影 人像的攝影 對 對 有有哪些就是說可以注意的 嗯 像我自己喜歡拍人文 就是 所以人文就是你當地的 呃就是當地人他們生活的感覺 是 所以我這次我也還蠻特別的 我我出發前啊 我有一個那個那個什麼 三溪量販 他是全省連鎖 老闆娘跟我聯絡啦 他說他朋友想要 呃就是想要請我教課 然後我就順便問他 我說哎 那你們公司有那麼多場 跟你們合作 可不可以幫我接台相片列表機 嗯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覺得 欸去到印度 這一次我們是印度嘛 他這麼偏遠的地方啊 欸搞不好這些人幾乎很少在 沖洗照片 嗯 好那甚至有些人他是拿那個 那個案件就是數字型的手機哦 他們沒有數位相機 所以他們不一定那麼多照片可以擁有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你你可以借我一台 嗯 然後呢有一些那個什麼相紙 嗯 那個我就可以借 帶去 他馬上就幫我聯絡 HP 嗯 所以他就 隔天就幫我伸出一台那個相片列表機 有很多 還有很多的相紙 所以呢 我這次帶去印度啊 我開始幫當地人拍之後呢 欸其實我會讓他大家知道一下 對 然後我就馬上拿那一台機器馬上把照片 就是洗出來給他看 嗯 然後他們每個人表情都很驚訝 甚至我還跟很多像喇媽 我幫他們拍 你本來以為他們應該會有點距離 可是欸沒想到他們自己拿照片都很驚喜欸 嘿 好可能他們平常不是這樣的拍照手法 所以我因為這樣其實也交了蠻多朋友 嘿 而且我在拍照是他經過他同意的 嗯 我幫你拍你的眼神也是看著我的相機的 嗯 所以呢 欸我覺得這個也是另外一種 呃在異國交朋友的方式 而且可以拍到真的很多陌生人 嗯 所以我的手機裡面的陌生人應該不知道是多少 多少數量喔 這很難統計 嗯 那所以像在在之前像我們去北越 嘿 因為我們的那個導遊很喜歡拍一些特別的行程 嘿嘿嘿 可是這也很難得 其實這些行程喔 我們平常不會去走 對 但是你 你難得一次啦 像人家講的就是那個肉體的地獄 心靈的天堂 嗯 你因為經歷過很多 可能你要經過高原啊 對 山谷啊 那路很不平 你一直扣扣扣扣扣扣好幾個小時 到那個地方 欸居然是一個這麼美的風景 嗯 那像 呃就是這樣 有看直播的朋友在後面啊 其實有一張 呃就是我們在 呃一個湖邊拍的 是 那是 三個傻瓜 最後一幕啊 有一個 叫班公錯 這個湖 嗯 我們開了可能六七八個小時 因為中間還塞車很久 對 欸我們終於開到那個地方 嗯 那大家都覺得 哇 是 就是 那一刻你都忘記你前面的辛苦 對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那邊拍 那他有很多就是電影場景的一些布置在那邊 你可以付費 嗯 然後然後那個你就可以在那邊拍了 那我們就騎上那個摩托車啊 嗯 然後就請那個夥伴幫我拉一下 我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絲巾 絲巾 要拉一下 因為你那個風雖然很大飄不太起來 嗯 所以呢 後來把這個人再裁掉以後 欸就變成我的一個 這個絲巾仰起來在湖邊一個畫面 哦 所以我們有看到這個一張照片哈 就是他其實那整個場景好像一個仙境一樣 非常的純粹乾淨 然後那個這個天空啊 的顏色也非常的純粹 對 可是只有那一刻哦 我們大概半小時過後 他就整個就陰天了 所以這個就是攝影的奧妙之處 就像你講的 把瞬間紀錄下來就變成永恆 對 但是可能有些人就想說那我也要去 那建議大家就一生一定要去一次 那一次就夠了 因為這很累 而且有那個高山反應會不舒服 但是你現在在翻以前的照片 你這樣回想起來 像我今天寫在我的粉絲團寫 我說我好像已經走到世界的盡頭了 可是好像又進入天堂的入口 就是你會有很多不同的感觸 那這是我覺得旅遊很奇妙的地方 就是像我們我們在這邊活膩 我們到那個地方去玩對不對 可是那個那些人也在那邊活得很膩 他們也想出來 可是我們就覺得那些 那些地方其實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特別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等到你 你走不動你再去走就來不及 所以你覺得旅遊這樣子到處去 對你的幫助是什麼 像有一個應該是哲學家 就是淡丁嘛 他講的說世界就像一本書啊 如果你不旅行你只翻到其中一頁 那你如果出去 其實你的眼界也會比較開 那當然你也會更懷念台灣 因為像我們去印度 今天有人問我說印度餐 跟台灣的菜哪個好吃 我說如果你偶爾吃一吃還不錯 那如果你天天吃就點點點這樣 那當然像我們每天吃印度餐 那個真的有點不行 就是一直都是咖哩 可是我們在那邊就會一直想念說 哇台灣太美好了 你回來要吃個米索阿狗啊 吃個鵝阿米索 吃個什麼鵝阿蒸啊 吃個鹹酥雞牛肉麵之類的 對那Wi-Fi在那邊幾乎沒有 就是很難 上網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但是回來台灣你就覺得 我們太方便了 所以有時候人家講嘛 就是你旅行最後一個目的 就是為了回家 所以呢我覺得這樣子來對比 我倒是覺得還不錯 就是重返人間的感覺 對 所以你就是這樣常常去旅行啊 對於你攝影啊 有什麼樣的一個幫助 就像我們攝影是 我當創作啦 所以如果你一直在重複的題材 即使再美也不可能一直重複 所以呢有時候必須要就是 遠離這個我們舒適的生活圈 我們要到不同的地方 那舉例說你要到深山 像我們背景有一張是 我拍那個星軌或是銀河 對有一張超漂亮的 那個你要到沒有光害的地方才有 所以我們去了北越 或是說去了那個印度 他那個那個地方就沒什麼燈光啊 而且他們那個村莊還說 隔一天是沒有電的 那他要發電機 如果你要WiFi他也要發電機 限一個小時才能有 那你要在那 像我們就說 我們來到這種鬼地方才能拍這種美景 可是你在 你像在都市就不可能 是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如果有剛好有那個機緣啊 像我 你問我還是願意挑戰啦 就是 就是 帶帶自己去一個 完全陌生的地方 然後跟一些不同的朋友 我們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覺得這個還挺好的 嗯 哇 這小路老師你跟我們分享一個 很棒的一個看見 其實就是要讓自己 跳出你的一個同溫層 對不對 去豐富自己的生活 人生就這麼一趟嘛 對 對不對 有的人說人生就像是 一趟旅程一樣 所以你怎麼樣去讓自己的風景啊 越來越豐富 就像你剛講的一句話很重要 帶自己去旅行 嗯哼 所以要讓自己呢 也能夠走出去 嗯 然後我們現在呢 要來聽第二首歌曲呢 是這個小路老師我們帶來分享的 第二首歌曲 是莫文蔚的歌曲 那為什麼跟我們 來這個分享這首歌呢 當你老了 喔 當你老了 可能是我們 今年一月去哈爾濱的時候 在那個 林鄉 二三十度的狀態喔 是 我們住的民宿其實他很簡陋 但是呢 老闆他有那個網路的 卡拉OK 對 然後我點了這首歌 欸 在現場唱的感覺 我就覺得 自己也會感動 嗯 因為 因為你會想說 我們可能有一天年紀大 走不了了 嗯 但是 你以前旅行過的這些記憶 都在你的 不管是腦袋還是你的照片裡面 你可以再翻閱出來 嗯 然後也有一個 可以跟你失守一生的人 他可以陪在你身邊 嗯 嗯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幸福的事情 那當然他是可能很平淡 但是他是很尊貴的 嗯 好的 那現在就讓我們來欣賞這首歌曲 莫無畏的當你老了 在今一段廣告回到我們現場 謝謝 謝謝 當你老了 頭髮白了 水已混沉 水已混沉 當你老了 走不動了 路火旁大頓 回憶青春 多少人曾愛你青春 畫腦還製有甚麼條水 寶寶展栽有限 沉靜的空腹 我痛下次見 我哭跟夢訓 詹秋秋曰 宇 ciert 纤维地吹 灯火昏黄不定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 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寒暂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加以或珍惜 只有你的人 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当你老了 眼眉地吹 灯火昏黄不定 当我老了 我真希望 这首歌是 唱给你的 欢迎收听这个单元 为了促进国产农产品消费跟产业的加值 农委会农粮署办理108年国产农产品首摇饮料系列争霸赛 邀请饮料业者以国产的凤梨茶叶和大豆为主原料 开发新的饮料 分别是种下凤梨组 香醇好茶组和豆香幸福组 厂商现场精心调配各具特色的美味茶饮之后 经过专业评审官能品评 以及脸书粉丝团评审试饮 最后会选出各三项产品各颁给10万元的奖金 农粮署检任记政苏登兆 特别谈到了这一项国产农产品首摇饮料系列争霸赛的内容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内的水果的相关的饮料 事实上是全球知名 也是所谓的输到全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品项 那所以我们就希望在推广国产水果 除了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吃法以外 果汁吃法以外我们也希望多元创意的方式来让消费者来 引用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今年度我们就推出了三个品项 第一个当然还是水果为主 那水果我们就挑了凤梨这个品项 那第二个饮品 我们还是在于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特产 就是刚刚讲到的茶叶茶饮的部分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最近在推广的这个杂粮的饮品 就是国产的非基改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豆奶豆浆 那这样的一个三个品项 其实我们就希望透过刚刚提到的创意茶饮 或者创意的调制的方式 让消费者去认识 甚至最重要的我们希望去推广这样的一个农产品 让消费者除了生鲜的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吃到这样的一个国产农产品以外 也能够透过饮料的调制加入一些创意的一些做法 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推荐给我们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来参与 那另外政府这边农产署这边也来支持 把他的其他产品也更加推广 那除了透过这个专业的评审 去挑选出三项优质的产品以外 那我们也会针对入选的这几项 这个产品我们做所谓的市场的接受度的一个评鉴竞赛 那我们就会在7月到8月的这段时间 我们会去做所谓的销售竞赛的部分 那这样的一个销售竞赛其实输了我们输了 所以这一块我们也希望我们喜爱茶饮的这样的一个消费族群 也能够到这几个我们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饮料的名店 去做消费去支持我们的国产农产品 以上广告由农粮所提供 好的非常开心回到我们直播方面的现场 那我们看到脸书的下方啊 哇你的粉丝很多都来给你这个加油 每个人都说超赞 而且还有人说小鹿老师越娇越漂亮了 有眼光 女生内行 没有啦开玩笑 就是 好可爱喔 有时候像现在拍照其实真的需要美机啊 然后你如果自己拍给人家看 然后他们又看到本人就有落差 图文不符 可是就有点诈骗集团 现在女生都这样 哇真的太可爱 可是自己看很开心 但是有时候是拍摄 尤其自拍啦 有些角度问题 那我们自己在拍我们会取一个好看的角度嘛 那像之前我也教过一个那个学生比较特别 他是一个应该是八十岁的一个退休的国小老师 哇八十岁了 那时候我去台北我有开课 然后他来上课之后呢 他问我问题 我就帮他拍了一张照片 因为我觉得他讲话非常温柔 所以帮他拍完以后我就帮他美机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这张照片你要不要换大头照 他马上换了喔 然后等到我们交谈结束 他就发现哇天哪我的战术怎么那么多 而且很多人跟他讲说老师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如木春风 然后你好温柔 你现在越来越漂亮了 那他就有点自信 那隔了大概两个月 隔了两个月我又去台北又开课 他女儿其实同时报名 然后他第二次又赶快汇款 我就说同样的课你不要再报 他就说没关系我妈妈喜欢上你的课 然后那一次也大概这样学习 过了以后再隔两个月我又开课 他又来报名 我跟他女儿讲说因为同样的课啊 不要再上第三次了 那我的括号是说我的梗都差不多 然后后来他他讲他妈妈骑到我的课很久了 那又年纪大他也没有太多的兴趣 所以呢他想说 让妈妈开心很重要 所以他们又来上第三次 那第三次的时候我又帮他拍了第二张照片 他自己觉得很好因为上课前拍的 结果他又换了大头照之后他发现啊 他的战数更高 而且留言超多的 他自己很开心 那我后来我翻他以前的那个大头照 其实他就是一般人都把人拍小小的 那你说土以后也不知道谁是谁嘛 可是我们帮他拍那一张 那再帮他做一点美机 其实不只美机啦 我光影都有取好 所以呢 他自己就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那可能他以前他也一定喜欢拍照 可是退休了之后 比较常在家 后来可能 再利用手机他就可以很轻松了 他就会到处去跑 拍荷花拍樱花 然后出去外面去逛逛走走 他就生活比较丰富一点 对 而且我这个听了觉得很感动耶 是因为他女儿一直不断的在帮他妈妈报名 他女儿就说他妈妈其实很期待着 要来上女儿课 尤其是特别是他妈妈看到自己的照片 大头贴 原来80岁的自己还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透过这个修饰啊 美机啊 在这个后置的一点效果 其实可以让这个一个老人家 他的一个生命重新的 好像是如花阵放一样 也可以这样讲 所以像我都会鼓励学生 我们跟我们的长辈 有时候相处时间会越越短 那你能不能再帮他做一点记录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其实是我在2016年 就是我有去到台东旅行 那个那次比较特别 我们去到一个那个叫做台东的霍尔的移动城堡 那他在台东海滨公园有一个小白屋 那个小白屋他是比较特别的是 目前哦他那个眷村全部都拆光 只剩他在那里 那这栋房子你看起来破破旧旧歪歪斜斜的 他是一个广西老农民 他从那个就是跟政府拆就是来台 他就在那个眷村 开始他就找一些废弃的建材 是盖盖盖 盖成一个四楼透天有露台的房子 然后这间房子他是要留给他儿子 对 可是他儿子都在外地工作 那在2011年那时候 他又把房子漆成白色 因为他儿子结婚了 那他想说那我留了一间比较大的房间 然后里面有新的家具啊家电 那儿子应回来住嘛 后来没有 那他一个人还是独守那一间房子 那那时候的六月份我去帮他拍了一些照片 因为刚好遇到他 我跟他鼓起勇气 我说我可以参观你的房子吗 他说可以 居然我就进到他房子里面 然后帮他拍了一些照片 那留下一些画面下来 隔了差不多不到一个月 2016年的7月 他有一个超级强烈台风 居然把那个房子吹得有点都快 就是很残破了 可是因为他在那边其实也三四十年了 居然不到一个月 他那个房子就变残破 那我想说那个建商应该很开心 因为他他都不搬嘛 现在只有他不搬 那我想说建商在等着他拆迁啊 如果破成那样 后来发现他也没拆耶 然后过了半年 突然我朋友发一个那个资料给我看 他说那个破旧的房子 现在门口贴了两个 就是红纸贴了两个字写安息 嗯 他就问我说 那那个伯伯怎么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加他脸书也没加LINE啊 我也不知道他的状况 可是到晚上呢 就是苹果日报就证实他已经过世 那因为小孩有托邻居看着他嘛 因为独居老人 后来想说 这么多天没有看到他 那是不是回来找一下他 他们从一楼找到四楼找下来 没有 隔天再来找一次 从一楼再找到四楼 在地下室的夹城找到他 那你可以想象 那时候大概就是冬天了 对 尤其在台东的海边 风那么强 而且他那房子其实已经破旧了 他一个人还独居在那里 一个有可能是年纪大 另外一个是他那个真的太冷 所以他就真的过世 那这件事情 其实给我很大的启示就是 我那时候真的有鼓起勇气 跟他交谈 然后进去他的房间 我留下那些照片 现在他还存在在我的 就是不管是粉丝团 还是我的手机里面 都还有他真实存在的一个过程 那这很像我们 听日本人讲那种一起一会 我可能跟你 只有这辈子 只有这次见面的机会了 那我能用什么样的方法 把我们的就是 就是共同的记忆 可以存留下来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所以呢 不管现在 可能我到什么地方 我自己都会做一点记录 然后身边的朋友 我们如果欢聚的时候 或者我们去到哪里 我们也做一些记录下来 那不管过了多久 我觉得我们都会记住这个笑脸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对 哇 我觉得听到这里 真的是很感人 那我想呢 这个生命当中啊 每天发生很多的点点滴滴 尤其是像小鹿你讲的 每一段呢 我们相聚而又分离的种种关系 但是都是去值得珍惜的 嗯 就像你讲的 就像偶尔的一个相遇也好 都不晓得在下一刻 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对 所以你透过这个手机的一个摄影啊 去捕捉生命当中 种种每一个关系串联的美好 就像你的手机头非常多 陌生人的照片一样 而且那可能照片也是代表我的心境 嗯 我有时候会用我某一张照片来描述我现在的心情 是 那你图跟文也更容易让人家有感动的感觉 嗯 对 对 然后我们最后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啊 小鹿是不是在跟我们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 就是说呢 手机的一个摄影啊 其实现在每一个人手上几乎都有这个手机 好 然后如何的去善加运用它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富 嗯 不要呃 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 生命当中种种点点地很多 很快就会从我们旁边流逝过了 嗯 对 然后怎么样的去 就是说更多的去 结合我们生命中的美好 去做这样的一个保存 嗯 好 其实像我就觉得旅行 当然是呃 记录最不同的一个生活嘛 是 那如果说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啊 其实你也可以用心去观察 嗯 像我常常就看到路边一个小花小草 嗯 然后我就蹲下来在那边拍 对 那有可能我用微距镜啊 那我又可以拍出更多不同层次 就有点像单眼的感觉 嗯 所以像很多人在拍 呃一些素材 其实你也要多观察啊 像呃很多人都拍一朵很大的花 嗯 就正面这样拍 欸有时候我都会从侧面拍 你会拍到花的形状 嗯 好 那像有些人呢 发早安图 欸也会 这个还蛮有趣 我有一个学生啊 他爸以前都下载别人的早安图 对 然后后来他就跟他爸讲说 欸你那个颜色啊 我都觉得好像有点那个哦 我做给你好不好 欸他爸开始发给他的朋友以后说 哇 这是我女儿做的哦 早安图哦 而且那个样式都不一样 然后后来他就每一天 记一张他拍的照片 他写的早安图给他爸爸 自创的 对对 那就是属于自己的画面 欸这个还蛮有成就感 可能等到有一天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你会在网路上看到一张 是你自己的被转载的一个早安图 欸这个也还蛮有成就感的 所以非常开心 谢谢小璐今天来到这个现场和我们的分享 好 那透过手机这么简单的工具啊 我们80岁的奶奶 他也可以自己来创造出他生活 捕捉生活当中的美好 所以你跟我也都可以做得到哦 那细细的观察 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更多生命中的美好 相信我们每一天都会很快乐的 谢谢小璐你今天过来 谢谢 谢谢 我们明天空中再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